一句話就是不真實吧 因為在我自己的規劃裡面其實我應該 要花半年到 一年的時間就至少是兩到三個賽季 才可以去嘗試看看有沒有直接摸到這個獎盃 但 也不知道是怎麼樣就是當天的發揮狀態就真的蠻不錯的 所以運氣很好的 拿下這個獎盃 但這個不在我的預料之中 一直以來給他們擔心 我真的是覺得蠻抱歉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我可以 雖然說我只會打電動 但是我希望 他們看到他們的小朋友 打電動打出了一定的成就 也 有點驕傲吧 我希望是這樣 很高興可以邀請到 Leap Sandbox旗下頭髮打電車分部的台灣選手 豹哥接受3D新聞網的專訪 各位3D新聞網的網友們以及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Leap Sandbox的跑跑卡丁車選手 豹哥 Biof 一句話就是 不真實吧 因為 在我自己的規劃裡面 其實我應該 要花半年到 一年的時間 就至少是兩到三個賽季 才可以去嘗試看看有沒有機會摸到這個獎盃 但也不知道是怎麼樣 就是當天的發揮狀態就真的蠻不錯的 所以運氣很好的拿下這個獎盃 但這個不在我的預料之中 我印象很深的是 因為我們的總決賽它是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8人的搶分 搶到80分之後有兩個人可以 出來打1對1的單挑來爭取最後的冠軍 那在第一個階段結束之後 我們的戰隊的管理最上層的一個 Baker算什麼 團長 我們的團長 我們的團長叫Baker 然後他就上台跟我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 然後我就蠻感動的 所以我覺得 有讓團隊覺得 牽繞我是對的選擇吧 我覺得蠻感動的 我覺得要分兩點講 一點就是Live Sandbox這邊的角度 因為Live Sandbox我覺得它是一個很 國際化的企業 它最近一直在面向於 國際的各大市場 所以他們 當他們發現海外有一個 實力還可以 然後又有一定的話題度的人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邀約 另外一點是 就是在韓府的Polokan車職業聯賽來講 他們的流量已經停滯了一段時間 所以他們也需要一些新的火花來去 刺激一下韓府的聯賽 然後帶進新的不同的TA跟觀眾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定的角度 那另外一個比較玄學的角度 就是在韓國啊 他們有一種叫 詛咒魔咒 其實Polokan車聯賽已經很久 但Live Sandbox今年是 第四年還是第五年 那在偶數年的時候 就是2018、2020、2022 這些叫偶數年 在偶數年的時候 我們Live Sandbox的團體賽 總是沒有辦法奪冠 所以 他們今年牽過來的時候 他們就說為了打破今年的 偶數年的魔咒 他們決定先 再找一個新的人 然後來嘗試看看 能不能打破這個魔咒 然後這個部分在 我剛來的時候的第一支影片 不是我的頻道 是我們Live Sandbox的觀光頻道 上面也有提到 說為了打破偶數年魔咒 所以他們找了 一定有幾個人 你算是一個 他們Live Sandbox的突破點就對了 可能算是 無論是市場上 或者是成績上 我自己感覺應該是這樣 相對來說 就是我也可以覺得 我也可以認知說 就是Live Sandbox簽下 你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邁向國際化 也算是一個 其中的一步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我們公司其實一直想 往國際的市場去發展 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 單挑賽的龐克章魚 對 就是最後一張地圖 奪冠的那張地圖 因為 那張地圖算是我的一個 成名地圖 也就是最後一個彎 那個過法 是倒車入庫 那個過法是我創造的 所以 對我來講 選下那一張標誌性的地圖 如果輸掉會很難看 那同時 他也帶給我一定的自信 所以我印象很深的是那張地圖 其實 該表達感謝都感謝過了 那有一些要補感謝的 像我的家人 因為其實在 大家看到的部分應該都是 當下比賽完的採訪 但其實在那個採訪結束之後 我還被叫去了 另外一個地方去做一個 韓國媒體的文字採訪 在那邊我就有感謝到我的家人 因為在台上的時候 我忘記 也不是忘記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一感謝 那台下的時候 我也有感謝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媽媽跟奶奶這樣子 那還有姐姐 因為其實對他們來講很虧錢 我算是一個 鄉下成長的小孩子吧 所以 也沒有什麼機會出國 那唯一一次出國 就是在2019年的時候 大家知道了世界亞軍那一次 對 那也是為了跑跑出來的 那今年 也是因為收到Lib Sandbox的邀約 才第二次坐飛機 對 所以 我爸爸媽媽其實非常非常的擔心 然後尤其是我的奶奶 他們就覺得說 為什麼 賺錢不要在台灣賺就好 為什麼要出國這樣子 那 一直以來給他們的擔心 我真的是覺得 滿抱歉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我可以 雖然說我只會打電動 但是我希望他們看到他們的小朋友 打電動打出了一定的成就也 有點驕傲吧 我希望是這樣 對 那 另外一個要感謝就是 真正要感謝這個遊戲 因為我 這個不是謙虛也不是什麼客套的話 就是我目前 我從八歲開始玩這個遊戲 我目前得到的所有一切東西都是 這個遊戲奉獻給我的 都是從這個遊戲上面得到的 無論是經濟來源 然後我的朋友們 我的自信 我的驕傲 跟我的遊戲成績 那我的一切事物 有非常多的東西都是這個遊戲貢獻給我的 所以 也要感謝這個遊戲吧 我玩這個遊戲玩了半輩子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講 尤其是 很多已經出社會的人 應該沒有辦法理解這個想法 就是 很多人都覺得它只是一個修情遊戲 那 當我想玩的時候我就玩 當我不想玩的時候我就不玩 但對我來講不一樣 在小時候 我是靠著這款遊戲 然後跟著我的新同學 可能國小三四年級 重新分班的新同學 找到共同的話題 然後一起玩這款遊戲 進而變成朋友 那再來到 我在這個遊戲上面的比賽 開始認識了 很多的網友 那這些網友 跟我一起出來比賽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說 因為他們有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背景 和不同的成長環境 然後我們 就彼此會交流 讓我找到第二批的朋友 那再來就是 當我們家的經濟能力 有點不太夠支撐我們生活的時候 我去參加比賽 這些比賽的獎金 也成為我們家的經濟來源之一 那再來到了 這個遊戲 在2013、2014年 我參加職業聯賽 但職業聯賽 去職業化之後 這個遊戲 已經沒有職業舞台了 我又重新回到了賽場 但是我在打職業的那兩年 讓我認知到了 讀書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沒有知識 你講出來的很多東西 都會被嘲笑 都會被漠視 所以讓我知道讀書的重要性 我又回去念高中 回去念大學 所以我的成長的過程 有非常大一部分 都是這個遊戲去推進我的 雖然說不是這個遊戲本身 而是這個遊戲帶來的 周邊的一些效應 但對我來講這個遊戲 影響了我非常多的選擇 以及非常多的決定 文化衝擊喔 其實我覺得來之前 蠻驚慌的 因為說自己嚇自己嘛 因為不瞭解 但是來之後才發現一切就是 順其自然的 就是你的隊友們 會跟你打招呼 會非常巨星迷移的照顧你 還有周邊遇到的一些 大人們 大哥哥大姐姐 還有公司的一些長輩們 他們都會給你最大最大的支持 以及鼓勵 所以對我來講 我沒有什麼適應的困難 那至於文化的衝擊我覺得 唯一一點吧 就是 食物上面 因為 食物在韓國這邊都比較偏辣 然後又比較不吃辣的一個人 但是我發現這個 所謂的衝擊 它還是可以改變的 就是 當你吃習慣一個東西之後 你突然就可以吃那個 對就是 我本來不吃辣 但是來這邊之後 因為多少食物都沾點辣 所以吃一吃就好像耐辣的程度 增加了 那至於 生活上的一切東西的話 我覺得跟台灣其實很像 因為我生活在首爾這一帶 我覺得首爾其實就跟台北 有非常大的相似之處 就是一個都市 都市區 然後生活步調的節奏很快 但是大部分的人 都還是蠻友善的 這個部分其實還是要看公司 但是就我所知 我們公司目前有 稍微再討論一下 這個計畫的可能性 那至於會不會成 我希望之後大家 稍微期待一下 因為我自己也不期待 因為其實在 很多的採訪 我都有提到 我已經有七年沒打比賽 但 這七年我並不是 單純的在 摸魚耍費 所以我在2016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 左手做台灣的 跑跑卡丘車比賽了 因為對我來講 我是比賽選手 我深知 比賽舞台的重要性 所以我在2016年的時候 開始做第一個比賽 以及2018年開始 我跟這兩個夥伴 一起成立了一個叫 RSL賽事聯盟 我們目前為止 已經做過了四屆的比賽 那其中有兩次是線下比賽 一次在 高雄的鎮修科系大學 的電競館 另外一次在台北科系大學的 中正館 對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打算 再把這筆獎金 再拿出來做 RSL的第五次比賽 那讓大家有一個 比賽的舞台 跟比賽的曝光機會 對 那雖然說這二十幾萬 台幣可能 不足以支撐一次 比賽的花費費用 但是至少可以 多多少少補貼一點 對 對我來講我覺得 我覺得 回饋應該也算是好事 無論是對我來講 或者是對整個遊戲的環境來講 因為我始終認為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如果只有你一個人好 那 其實這個也不長久 是短暫的 這一次無論是台灣的粉絲 或者是韓國的粉絲 我都很感動 因為我知道在台灣 粉絲們自主舉辦了一個 現下的關賽比賽 而且這個名單 跟表單聽說都是爆滿的 所以 我很開心可以在 韓國的時候 又收到這麼多粉絲們的支持 然後 只想跟你們說很感謝吧 希望 我沒有讓你們失望 在接下來 我也會 在職業選手的身份上 繼續努力 那在遊戲實況主的方面 我也會繼續努力 希望 可以 給大家帶來歡笑 的